大家好,这一节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BmoFile某软件的界面以及它的操作方式 现在我们来到了软件的一个初始界面 在初始界面中,我们先来看最左侧红色的部分 在这里我们可以新建一个文件 打开文件,保存另存文件和退出当前文件 那么在它的右侧呢,这里分为了四个板块 首先第一个,最近打开 在最近打开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加载我们之前做的项目文件 下面呢,是它的一个新建地貌 在这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所需要的场景选择不同种类的地貌 再下面是样力场景 在样力场景中,我们已经为大家提前设计好各类常用的一个场景 如果大家在实际项目中有类似的场景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套用 下面呢,是一个样板工程 在样板工程中,我们也是分为了几个专业 在样板工程中,这里面的文件是包含动画的 我们可以通过工程文件进行参考 这里呢,我们先来新建一个草地的地貌 我们将鼠标放到草地这里 鼠标点击一下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操作界面 这里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软件的一个布局 首先,我们先来看最上面红色的这一栏 红色这一栏呢,是软件的菜单栏 在菜单栏中,我们点击最左侧的文件 可以看到,它呢,是回到了我们的初始界面中 这里我们返回了 后面呢,是打开保存另存 以及最近打开的项目文件 和我们在初始界面中看到的功能是一样的 再后面是撤销和回复功能 也就是我们经常用到的 Ctrl加Z和Ctrl加Y两个快捷键 后面这里呢,是分为了四大板块 首先第一个,地形地貌 在地形地貌中 我们是可以对当前的场景进行地形的一个编辑 后面是施工部署 在施工部署中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模型、机械设备、人物放到场景中 环境部署可以在这里调整我们的时间、天气以及阳光朝向 当我们制作好动画或者场景之后 我们可以来到成果输出板块中 将我们的成果进行一个导出 后面呢,是实验功能 在实验功能中 我们可以将模型文件进行一个导入 但是在这里面进行导入的话呢 我们的模型可能会出现各种错误 不建议大家在这里导入 再后面呢,是有一个播放按键 我们点击下拉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是有五种播放类型的 第一种编辑器播放 也就是第一种编辑器播放 这个呢,是我们常常用到的一种模式 第二个,播放器播放 那么当我们在做了一些字幕动画 以及4D模拟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播放器播放 才能看到我们的字幕或者是我们的镜头列表 再下面呢,是有VR和3D立体播放 这个呢,需要我们连接外接设备 再后面呢,是我们的账号名称 在这里我们可以重新登录 个人账号后面呢,是一个金币的充值 我们可以在这里充值金币 充值好的金币 可以在我们的模型库中购买各种模型素材 在后面呢,是我们的一些小功能 包括了我们的教育视频 以及官网链接和软件的设置等 这里我们回到施工部署板块 刚刚给大家介绍完了菜单栏 在菜单栏的下面 这一栏呢,是我们的一个公动区 在公动区中,我们可以将模型进行一个导入 这里包含我们常见的Skyshop的文件 或者是FBX,OBJ,DAE的模型文件 同时呢,也支持我们JPJ,PNJ这种图片文件 或者是MP3,MP4这种音频文件 那么,我们大家在导入模型的时候 要在这里进行导入 在后面是它的一个导出 我们可以将在软件中部署的模型 进行一个外部导出 这里呢,由于我们没有选择模型 所以提示我们无法导出 在导入导出的后面 是它的一个施工厂部功能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CD底图 进行一个导入 同时呢,可以利用厂部功能快速的 在我们的场景进行一个搭设 施工厂部后面是我们的BIM模型库 在模型库中,首先第一个是我的模型 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导入或者是下载的模型 后面呢,是有施工素材库 主体构建库 企业CI库 样板节点库和案例素材库 这五个模型库 在施工素材库中呢 我们可以在里面找到人才机具 以及呢,我们常见的生产设施 生活设施的 在主体构建库中呢 可以找到某一个构建 比如说我们的桥墩或者是装机或者是轨道接触网等等 在企业CI库中呢 我们是包含了中建,中铁,中胶,中铁建 这四个央企的企业CI模型 我们可以直接去套用 避免我们进行一个建模 后面呢,是样板节点库 在样板节点库中呢 里面会有各专业场景和模型 最后一个呢,是案例素材库 在这里呢,会有一些已经制作好的案例模型 接下来呢,是资料应用功能 在资料应用功能呢 我们可以在里面去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特效动画 或者是音效灯光的 以及呢,各类基本体 可以用于快速帮我们搭建一些简单的场景模型 后面呢,还会有一些角度,长度 或者是定型的标注 以及构建和一些基本设施,素材 在后面呢,是我们的一个布置排列功能 这里呢,我们可以将模型进行快速的一个布置 在后面,工具这里 我们可以实现将我们的文字转成语音 或者将我们模型的中心点进行一个调整 在后面呢,是可以对场景画一条线 或者是在场景中选择同类的模型 这里会有一个企业模板 在企业模板中可以将我们企业自身的一个logo替换进来 这样的话,在软件中有部分模型 它会变成具备咱们企业自己雕食的 在后面,这里会有一个新建路径 那这个呢,我们可以用来做一些我们城市中人流 或者是车流的模拟 以上呢,就是我们的功能栏 那么我们接着来向下看 在我们界面的最左侧 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模型面板 当我们选择好某一个模型的时候呢 在这里面会对应的 可以验出各个模型的图例 在它的右侧中间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的市口 那在市口的上面呢 还会有几个小功能 分别是对模型的移动、旋转以及缩放、聚焦 右面呢,我们可以去控制它的一个相机移速 以及我们的市图种类 在市口的右侧啊 这里会有两个列表 首先第一个呢,是结构列表 在结构列表中呢 我们可以显示当前市口中所有的模型名称 那这里由于我们在场景中并没有安放模型啊 所以在结构列表中,这里只是有一个主摄像机 在结构列表的下侧呢 是它的属性列表 在属性列表中 我们可以更改当前模型的一个位置关系 以及呢,它的来质等等 在市口的下侧呢 是我们的动画列表和时间轴 在动画列表中 我们可以去添加我们想要的动画 在时间轴上呢 我们可以对当前的动画进行关键帧的添加 同时软件的一个操作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通过键盘上的WASD 去控制我们镜头的一个移动 W呢,是向前移动 S,向后移动 A,向左 D,向右移动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通过键盘上的Q键和E键 将我们的镜头进行一个上升和下降 Q键呢,是上升 E键是下降 如果我们想要转动我们的镜头 我们可以按住鼠标右键 左右拖动或者是上下拖动 同时我们也可以滑动我们的滚轮 将我们的镜头向前或者是向后 进行一个推进 在移动过程中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移动速度过慢的话 我们也可以按住Shift的 进行一个加速 那如果大家在移动过程中觉得还是比较慢或者是快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去更改我们的相机速度和滚轮的速度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内容 谢谢大家